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 你是不是认可这样的观点 是不是你觉得女人之间的友谊和男人之间的哥们情相比 要更加脆弱一些呢 在留言区等着大家的讨论 来看一看每天都会和你见面的 不得不看已经让我们的小编累到吐血的搞个大新闻 叶速风波何时了 新瓜又不少 作为开年大瓜的李小璐风波 在层层引爆各种大料好 日前终于迎来主人公新闻 有小道消息称 李小璐前往苏州探办假奶料 甚至还有鼻子有眼的贴出照片来证实 看得瓜友们也是一愣一愣 一度以为两口子这是很好的节奏 蓝鹅过不了三分钟 就由粉丝火速赶来辟谣 表示所谓探办照片 拍摄于2016年11月 探办之说不存在的 哈希吧 瓜友们也是失望极了 这屁羊还不如不屁呢 但苏李小璐不去修补夫妻关系 到底是在忙啥呢 有柯南网友发帖分析 李小璐最近so busy 不仅忙着接送甜心放学 还火速清空微博中有关PG1的内容 而且营销号也是频频甩出 李小璐与甜心的旧日合照 这位网友因此耿直断言 李小璐的洗白之路 就是要往好妈妈人设上涨 嘿妈 这波分析节也是贵了 只能说李小璐接下来 恐怕干啥都有洗白嫌疑了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昨日王东城微博公布恋情 发文称 今天终于不是愚人节了 并附上自己与女星 藤井丽娜的亲密合照 猝不及防的一口狗粮 绑带 早在2013年4月1号 大东哥就曾晒出两人合照 终于有机会对他说了 他也答应了 祝福我们吧 最后又在第二日转发辟谣称 愚人节快乐 时隔五年 再发合照 并提愚人节之稿 并持否认态度 这浪漫玩的666 祝福大东 随后两人恋情登上热搜 并瞬间收获四海八荒的祝福 33岁的日本名模 藤井丽娜 拥有四分之一的欧洲血统 在日本拥有超高人气 早年前在中国也拥有超高人气 不少瓜友看到少年时代的男神女神 走到了一起 留下了老母亲般的泪水 看他杂志长大的 火的时候传绯闻的都是 仅忽量吃西人松本润 中国很多女星都在模仿他 据悉大东哥也曾是丽娜谜帝之一 早在十年前就有爆料称 王东城真的很喜欢藤井丽娜 09年大东哥还曾和陈奕如一起看丽娜的演唱会 吴明里也一直用丽娜的歌最背景乐 15年王东城还发文 妈我要娶她 就是她 张张指向藤井丽娜 明星不仅追相 还追到了 这就相当励志了 瓜友期待的搓手上 我努力一把也能追到服部评次的感觉 这位瓜友 你醒醒吧 这都跨次元了 大东哥微博公布后 不仅大东哥惊喜人接受采访是大方承认 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 问过汪东城本人后 对方表示希望给他空间 就连大东的好友郭品超 转发大东的微博都调侃 离开我是对的 祝你幸福 而曾经的飞龙海队友陈奕如 也转发郭品超微博 保鲜肉三兄弟的另两位 等着当你的伴郎 一丝暗指大东哥此次和藤井丽娜的恋爱 是冲着结婚去的 除此之外 日本歌手 日本Tonkin Enterprise社长 网友梁也转发汪东城微博 并配文 能介绍你们一起 我很开心 嘿妈 活着红娘一枚 所以是真的啦 恭喜 也有瓜友质疑 我怎么记得她结婚了 这位瓜友说笑了 丽娜在2013年一度被爆药价 对象是保险公司的帅哥上班族 但随后遭到双方的否认 强调只是朋友 虽说结婚子虚无有 但这关于女神的绯闻嘛 倒是一直没断过 包括最早的嘻哈团体 搭帕姆的埃萨 杰尼斯官吧的警户亮导 更有媒体称 丽娜一个月前才被日媒爆出 对象是年收上亿的某时尚网站社长 甚至二人还被目击大飞机到夏威夷度假 瓜友惊呆 社长和大东到底谁绿了谁 莫非大东哥谈了一个高仿的丽娜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结婚了还能离婚 就算丽娜如日媒爆料 一个月前再与他人恋爱 但excuse me 新年新气象 怎么就不能谈新男友了 有钱人终成眷属 不不 有情人终成眷属 按照陈一如说法 他都准备当伴郎了 哎呦呦 我们吃瓜的 当然只能选择祝福大东哥 多年迷地取你神了 接下来是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最近周冬雨在某采访时称 竟然有电视剧找我去演一个古装爵士美女 然而被我拒绝了 因为一个根本不适合我的角色 我自己看了都尴尬 嘿妈 很久没见到这么有自知之明的女艺人了 网友表示 这波操作有点火 手动爱的关小彤 杨子马思纯妮妮 好好学学 然而画风刚落 你们的古装爵士美女专业户杨子就来了 怎么有这么多人爱的我 怪我了 随后秒杀 虽说这脸上笑嘻嘻 心里MMP的行为 本思解释 挑看一下也无妨很可爱啊 跟大屁瓜有却称 没有自知之明 不怪你怪谁 杨子是觉得自己的眼完全可以演爵士大美女 甚至还有拉大秘密下水 同样都信仰 差距怎么这么大 看看人家怎么回答的玻璃心 有本事就杀了我 不然就等我变强大了 嘿妈 要解说 不是金刚钻 不懒自弃活 她开心就好 不过既然看到了 那就接受一下意见吧 希望关哥哥也能看到艾特 眼见他高楼起 眼见他楼塌了 昨日有网友爆出一个惊天大发现 原来记PG1约嫂子李小璐阅读剧本 自己人气瞬间胡萝卜后 他所在的团队红花会 也疑似遭到全网封杀 一夜之间各大音乐平台几乎做不到PG1 及其红花会成员的所有相关歌曲 那你难道红花会这次彻底团灭透心凉 对此网友们看法不一 有网友表示不能因为一个人把整个团队都毁掉 而还有网友掐指一算说 此次团灭背后必定藏着大阴谋 不过要优解说 还是这位网友靠点谱 歌词射读是主演 说到这儿 且不由想起前天黄一青总发微博说 红花会的人在背后不三不四的屁话多 就一起抱上这把老窝给端了 嘿嘛 难道是这位皇家前副歌 果真视如闪电的端了红花会的窝 最后姐想说 愿这波之后 音乐能尽早回归到音乐本身 离2018央视狗年春节晚会 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近日有爆料超 王妃和纳英时隔20年后 有望春晚再次合作 演唱相约201吧 另外还有知情人士证实 已经向TFBOYS组合发出了邀约 参与连排 要是实锤 三小之将连续第三年登上央视春晚 也是不小的肯定 同样将有可能连登样式春晚的 还有歌手谭维维 昨天有媒体得到消息称 演员佟丽娅 歌手谭维维 均已受到节目组邀约 会参与之后的彩排工作 一六春晚 谭维维与老艺人们合作的华音老腔就曾引爆全国 巴特 寡游粉丝还没来得及高兴 谭维维方面就回应称 目前还不确定 在等通知 而后 佟丽娅方也表示 之前有邀请过 最终能不能上 还不确定 有邀请过 看来相比而言 鸭鸭登春晚更有胜算啊 同力啊 佳奈亮起起亮相 今年春晚还真是万红丛中 呸呸呸 新年新气象 解救出这二位大红大紫 各位早爸同学抢到票 平安回家 昨天我们的国际凯 成功解锁了泰国版图 现身泰国机场 果然是行走的流量棒 没想到第一次去的他 居然就登上了 泰国推特话题趋势榜第一 在瞅瞅着接近人气 连环阴浪攻击 姐竟然分不清是粉丝尖叫 还是在拉警报 霸道总裁来自己的产业观光 泰国小姐姐的态势中文 也是很温柔 新海王爱你 欢迎来到泰国 当然要不是这红红火火的一身衣服 保安系统的小圈圈 竟然还以为小凯是重点保护动物 粉丝们表示 瞬间觉得国内的我们不叫追象 泰国的螃蟹成功赢过了中国的阳城湖 黑马 量在不分国界 来 让我们为共同财富干杯 救我 救我 奸商不张嘴 维权跑断腿 前天奖金夫微博化身南满秋菊 把长文控诉维权 向某品牌豪车讨要说法 文章称 自己努力工作了七年 终于给自己买了台某品牌的车 结果提车不到2000公里 在没有任何破坏因素下 豪车就突然在行驶过程中剧烈抖动 无法继续安全行驶 奖金夫质问该品牌中国公司 难道贵公司的车 自带蹦低功能 并表示 自己开去过修理厂 但问题依旧没给解决 而且越来越严重 他作为一个消费者 只想保护自己的权益 仅此而已 面对坚定维权的票哥 不 是夫仔 网友也一致力挺 当然不免也有几个秀仔迷之支持 这豪车不会真有蹦迪功能吧 这就是我不买某品牌豪车的原因 姐也是想给你们去买几个橘子 不过这种剧烈抖动的豪车 夫仔不开也罢 除了安全第一以外 这要是被狗仔拍到了 还不知道要被写成什么呢 你在敷衍我吗 我没有敷衍你 你 敷衍我很多次了 我想想心 你受伤 哎呦喂 女神哭诉被敷衍 还心里受伤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其实呀 这是上周六 在我大悠酷独家播出的综艺节目 封位扬州站录制现场 阿娇与何超莲 受谢霆锋邀请 特地前来见证 这次为300人炒饭的厨艺大PK 而令女神伤心的原因 也很简单 就是在比赛期间 阿娇想要看师傅用食材雕花 但最终这结果嘛 好不言 这个是什么 这是 这是 这是萝卜 哈哈哈哈 你现在叫资源我吗 不是你不叫刻花吗 本来我是 我想要一条鱼 我们来炒饭的呀 又不是来刻花的呀 他有生姜 哎 要不娘生姜做一个好了 你到那去吧 你到那去吧 哎呦呦 女神们竟然面临被驱赶 场面着实有点小尴尬 不过看到后面 大家就明白了 原来阿娇是有心要向师傅学习厨艺 我们要先 这是把我们未来的老公的胃养好啊 知道吧 对啊 他很发炸人啊 很想识 都说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 先要留住他的胃 原来阿娇如此气而不舍地追着师傅学习 竟然是为了给未来老公做厨娘 而且好朋友何超莲也现场爆料 阿娇与男友好事将近 再看看节目中女神挥舞着锅铲 奋力烹制巨型炒饭的样子 幽姐都有些小感动呢 看样子 阿娇未来的老公要有口词了 在娱乐圈当中 明星们要拼的维度太多了啊 除了要拼人设 拼演技 拼作品 当然更要拼对粉丝们的号召力 有什么可以体现粉丝们的号召力呢 比如说在这个接机或者是送机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啊人山人海 当然了也不是说每一次的送机 或者是接机都让人那么的愉快啊 有可能你准备的特别好 无人来机 但也有可能 比如说什么认错啊 或者我之前有跟朵朵一起 冯新朵一起坐飞机 然后当我们进入到安检的时候 外面的男粉丝大喊 冯新朵我是你的狗 这时候所有的工作人都看着冯新朵 我觉得他也不是很开心啊 也是略有尴尬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芭芭 Oh my god 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 粉丝们 接机或者是送机的那些尴尬事 爱豆人气有积蓄 接机粉丝告诉你 在当年娱乐圈 你连爱豆拼的不光是人设演技和奴隶 拼的更是召唤粉丝的人气 如果想要验证一个爱豆到底火不火 只要看到下飞机时机场 是不是横幅招展人山人海 就能立马见分晓 蓝鹅 有一些咱们认为 或者人家自己认为 喜红喜红的爱豆 在机场却是无人接机 人为食啊 哎一顾这场面想想也是很尴尬 今天有解救来扒一扒 各种接机的尴尬事 以及背后今天的大秘密 Part 1 全副武装无人理 对有些超人气爱豆来说 机场就是修罗场 得时刻做好 从粉丝的四面包围中 杀出一条血路的准备 而对有些爱豆来说 那可不必想那么多 就像前段时间 张大大在机场全副武装到牙齿 生怕被粉丝认出来 造成为独好怕怕 蓝鹅 事实是根本就没有粉丝来接机 不知道大大心里是不是拔两拔两地 而林佑佳之前去上海市下飞机 也没有一位粉丝来接机 看照片里林佑佳走出机场后冷漠的表情 估计内心很不是滋味呢 要解说 最尴尬的 还说韩国女子组合成员郑秀金和郑秀妍 两人16年时去香港参加活动 本以为接机的粉丝会吓起人 谁知结果只来了十几人 保镖竟比粉丝多 而且保镖哥哥们 还要表现出很多粉丝围堵的样子 戏份很足的说 谁叫收了人家钱呢 他的拓难得带剑被截胡 蓝鹅还有一些明星 比他们惨 本来就没啥关注度 还被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给截了胡 比如奶爸贾乃亮 在某次下飞机后 特别帅气的登了场 随所并没有什么粉丝来给他接接 好歹还是有很多媒体记者的 奶爸正裂开嘴笑心里美 谁知道某一小鲜肉一出场 奶爸身边所有的记者 全部涌过去拍小鲜肉 就剩贾乃亮在风中各种凌乱 哎妈果然过气 网红不如 是不是很凄凉 还没完呢 姐这还有过气明星 不如网红系列 之前演过爱情公寓 胡一飞的楼一霄 在上海机场和男票首秀 两人刚刚甜蜜相识一笑 就立马被红翘一姐发现抢上钱 结果当然被截了胡 啊戏吧 心疼你立飞姐三秒钟 怕得帅 粉丝接机是套路 不过要姐说 没有粉丝接机的idol别泄气 有姐给你说说背后的大秘密 某节目之前就曝光过 接机的粉丝 其实是另外一种群演 小排一点的明星 比如三四线的明星的话 他要接机 或者说明星 开一些小型的歌友会之类的 那么这时候呢 需要一些粉丝去冲场 虽说这些粉丝是花钱过来表演的 但还是有绝对的职业操手的 这些粉丝我们找过去呢 跟他们说清楚 就你们过去是充当粉丝 绝对不能说你们是花钱过来的 呃 又姐突然担心这位大叔的安慰 当然 这些群演不白干 一天酬劳从50元到100元不等 这样算下来 一台爱风就能让小明星 找到顶级idol的感觉 敲几值 最后 又姐想说 idol在圈里安身立命 靠的是实力 啥接机不接机的 有魂请叫声 悠解我哈 默默的 好啦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听声音 各位知道 聪哥的流感已经痊愈了 这说明一件什么事呢 说明我得的就不是流感 总之 每周一到周五 早晨八点钟 全娱乐早八点 都会在这里和大家不见不散 我是汪聪 明天见 那一天 我听说了 你们的关系不掉了 你哭着 关于他的一切 你还深深留恋着 咖啡店 你对着我 像从前一样的快乐 我折磨 我知道你假装 什么没发生过 当初的幸福样子 现在的卑装自己 爱情不是付出 就会有收获 在无人问候的眼里 一个人等着他的消息 情歌长了太多 这世界很酷